台湾慈激慈善基金会副执行长和日升博士日前利临马来西亚 景初的行程从东马到西马、北上、南下举办了数场的演讲 其中一场公开讲座还邀请了英国牛津大学约翰霍夫曼教授同台 今天吸引我来的就是因为那个主题 要怎样把活教的精神放在大家的企业上 所以我们就特地来这边取经 因为除了说对顾客也可以把我们的员工一起来影响他们 讲座承办单位之一的成功集团 其创办人丹斯里成志远 早已在企业内落实善经济的理念 西方经济学一贯强调追逐利益 善经济的核心则是利他 马来西亚知名的牛津大学伊斯兰学者 拿读阿菲菲博士给予善经济大力的肯定 一件事是 Dr. He 当他称赖了喽子 那种善良的善良的善良的善良 是一种像水 那种善良的善良的善良 那对我来说是习近平 因为在伊斯兰学习近平 我们都能够一起成为人们 有信心 并教训为人们在西方 可能没有信心 通过善良的善良 除了经济理论 何日生博士也抽空到吉隆坡敬思堂 与众分享他在此季的研究成果 每一个此季人都要好好的去体会 深入了解上人的精神理念 然后尤其是家长制 不是一指神功 而是爱 才是真正的 作为一个管理学 很重要的部分 传承是我们常常在挑战的 如果要求持绩能给我们什么 那我们不能够持久 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为持绩付出 都将支持的能力付出去 那持绩就能永续经营 学习持绩中 并不是去改他人成为持绩人 你可以是任何一个人 只要你用这个持绩的方法 跟持绩的教导去做就对了 何日生博士此行为马来西亚民众 带来非常清晰的目标 那就是利他为本 和和共善 麦大爱吉隆坡综合报道